歡迎收看 歡迎子強 歡迎湘瑩 還有陳志強 陳志強 陳志強傻傻分不清楚 你們兩個好像很少同台對不對 很少很少 因為常常會被叫錯 你等一下就不要看著我叫陳志強 看著我叫陳志強 而且 我為了怕他 你被誰認錯啊 講真實話 兩個都滿帥的啦 兩個都是帥哥 因為在路上常常被人家認錯啊 可是看著我說 你跟你老婆最近是不是在吵架 那個新聞有寫的 我說我還沒結婚啊 是陳志強 而且很氣 好像感覺好像想把老婆讓出去 沒有 各位來賓可以好好加油啦 今天國王們一樣準備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終極懲罰 要來好好伺候大家喔 接下來馬上進行積分爭奪賽 參賽者依序回答問題 答對加5000分 答錯倒扣5000分 每人有一次求救的機會 聽完題目後 如果對題目真的沒把握 就陷害別人 只要別人答錯 你就可以加5000 最後累積積分最高的人 就是今天的贏家 好啦 是什麼樣的題目呢 娛樂題 請出題 請問哪一位歌手 不是來自馬來西亞 不是馬來西亞 好 這種題目應該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要自己答還是別人答呢 聽才答不答 我答 我答 你答是嗎 恭喜請就定位 來 漂亮 加油 好幸福 這個 唉唷 旁邊那個海報是 什麼啊 好噁心喔 好懷舊 為什麼要四個人疊在一起 好懷舊 不知道啊 就攝影師要我們擺這樣姿勢 我跟你講 我們有多尷尬 你知道嗎 很尷尬嗎 對啊 那你有沒有看到 表情最舒服的是小鐘有沒有 對 因為他在這一段 那我的眼睛是森林的有沒有 我的屁股後面剛好有一個人頂著 就是小鐘 對 傷腦筋 唉唷 好了請出題 請問夏立燕哪一位歌手不是來自馬來西亞 A 李心潔 B 梁靜茹 C 蔡建雅 D 戴佩妮 紅 有一點小困難 有一點小困難 好像是個都是耶 對啊 也可以求救 求救要付出代價 我沒有 我知道耶 妳知道 那妳分析一下 李心潔是 梁靜茹 也是啊 怎麼有一點唏嘘 沒有 我覺得 戴佩妮也是 對 我覺得應該蔡建雅不是 蔡建雅是新加坡 我 確定在 一起來看看是否正解 來 李心潔 恭喜答對了 對 蔡建雅是新加坡 對 恭喜獲得五千元 五千分了 第二道題目 第二道題是操作題 好 操作題 天才答不答 好 小時候數學就是最爛的 厲害 給大堂 好 給大堂 請就答題位置 加油 這不會這個東西的 對 打開 憲哥 憲哥 來 請 不是 有 有 正妹啊 等一下關起來嗎 你幹什麼 喂 喂 不是喔 不用關喔 裡面有床的那一題才有 操作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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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出題 請利用三個 分別是800CC 500CC 300CC的杯子 將800CC的水 平分成兩杯400CC的水 限時一分鐘 計時開始 好的 只有一分鐘時間 計時開始 是 500 所以這邊剩下300 300 我再倒過來 感覺滿中文的喔 那就有一個 有一個脈絡過去 這邊變200 400 300 是嗎 300 所以這邊變200 200 200 我要變成兩杯 這個是200嘛 兩杯 那個是300 兩杯400的 兩杯400啊 這邊是400啊 300啊 300 那一邊啦 是300 800平的500是300 500 這邊是300 那這邊是300 300...所以這邊還各100 200 200 這是200啦 這邊是200嘛 所以這100100 我把它分過來 這邊各100嘛 那不行啦 不行... 不是這樣子 8 7 6 5 4 3 2 1 停 好 時間到 這一道題目有點困難了 好難耶 但是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妳剛剛到這裡我認為是對的 對 有沒有 800 減掉500 這裡是300 300 再來呢 不是... 講得好像很厲害 對 我剛剛也是這樣子啊 倒過來然後這邊就剩下 好 這邊就剩200啊 好 那現在你看喔 200 300 300 所以最後應該是這兩杯有400 400嘛 所以應該是這個來分 沒有 300 沒有 你300到過去那邊是700啊 這裡就600了 600 600啊 600嘛 600 這裡現在是200 200 對不對 200倒到 再倒過去 倒過來 有沒有 嗯 這裡600對不對 倒過來 這裡不是100嗎 喔 這裡是多少 3 200 200嘛 倒100過去 倒過來這邊就100了 這邊就400了 400啦 這邊就400啦 這邊就400啦 倒過來 好 難耶 其實很難耶 不會...來...站到前面 來... 這個沒有答... 沒有答對了 就... 快離開喔 開始處理 答錯了 怎麼那麼笨 好啦 你不要緊張 幫你... 哪時候還可以這樣子喔 太緊張... 幫你擦擦擦 把臉轉... 親一個... 對... 好 好 你可以抱怨 唉唷 這哪是什麼處罰啊 想用喔 不要設計啊 對啊 抓肩在後 哇 你那麼壯啊 對 有沒有看到 我們找那個那麼壯的 以防藝人翻臉 翻臉來啊 翻臉就來 翻臉就來 那答錯 好 來 下一道題目是 下一道題目是 美食題 美食題誰的題目呢 湘瑩的題目 來 湘瑩的主答題請出題 很多佳肴必須要靠油炸來烹飪出美味 請問在烹調時開大火油炸食物 無法達成哪一項美食標準 喔 油炸的 喔 英文叫deep fried 就是深度的 是不是這樣講 對 就是炸得很厲害 deep fried 我家賣... 我家賣雞排的 對啊 對 你就賣雞排 真的嗎 那就趕快陷害給別人 那就自己打喔 妳就很難 妳不打 對 難不難 我覺得滿難的 妳要打嗎 不打 好 不打 找一位 找誰打 不打 這樣子 散出狂 不是 我們是個體會沒有三個串通 弄我一個的啦 沒有人串通啊 沒有串通啊 沒有串通啊 你主持人沒自信啊 人家最高的感覺 而且搞不好其實這個很簡單耶 其實這一個應該滿簡單的 這不是操作題的啦 你自己開餐廳又那麼會覺得 對啊 只要是賣牛肉麵跟麻辣火鍋 跟炸東西沒關係 對啊 你們這樣一起弄完了 喔 麵要細的粗啦 請出題 請問在通常時開大火油炸食物 無法達成哪一項美食標準 A 去油 B 搶租 C 炸熟 D 上色 唉唷 天啊 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是行家的題目 謝謝 油能去油喔 有沒有看到 比如說這個東西你要讓它去油 你可以用油來炸它 對 把它油逼出來 這個叫逼油 閩南語叫逼油就對了 把油逼出來 逼搶酥 它跟宜蘭的搶屋 有一句 對 就誰先爬上的誰就搶到那個搶屋了 有沒有 那採檳榔的道理 誰先爬上 誰先搶 搶輸就要趕快 趕快把它讓它趕快輸了 是啦 對啦 就是要讓它炸的酥 讓它炸的酥酥的吧 那妳跟我們翻譯一下炸熟是怎麼樣 炸熟就是炸下去之後 然後等它熟 不是嗎 炸熟是 你假裝熟了 什麼東西啊 它不是真的熟 炸熟它是炸熟的 炸熟 D 上色的 上色 上色 就是炸了 就是炸了之後變色 變黃 它不是為了要調理 它只是要那個顏色 對 上色 我想你應該 我有一個邏輯出來 求救 不用求救 應該是炸熟 無法達成哪一項美食標準 就是不能 沒有辦法炸熟 因為火太大的話 它只能讓外皮熟不透 馬上輸 搶輸會輸 但是裡面的東西 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在 在這個 這麼短的時間馬上熟 會焦掉 或是會 對 它要看火火嗎 對 一起來看看是否是正確答案 來 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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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起來看看下一道題目 下一道題是歷史題 請出題 陳志強的主答題 俗話說 沒有三兩三 怎敢上梁山 這句話中的三兩三指的是什麼 好 漂亮喔 沒有三兩三 怎敢上梁山 梁山波就是宋朝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梁山波是108條好汗 裡面 隨便 隨便舉出10個我們聽聽看 108條 我一直在想那個 我也一直在想那個答案是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隨便舉個三兩個 比如說 魯智森也是嘛 對不對 武松 武松也是嘛 百萬教頭 林聰嘛 林聰知道嗎 就是 專師 鑽石 天啊 好香天上 鮑蜜 來找到林聰 林聰 林聰 高球不是 高球是壞的 高球不是 高球真的會踢箭子 一定會踢箭子啊 對啊... 我們換個話題了 不是換話題 而是我們看著你思想問你 打不打 你是要問我什麼打不打嗎 是啊 打啦 怎麼不打 我不打 誰打 湘瑩打 湘瑩 請就位 她想害你耶 她剛剛在看這個題目 她在你嘴巴 她要害你 好 沒有三兩三 怎敢上梁山啊 請楊剛兩杯黃湯 下肚立刻上山大老虎 請出題 俗話說沒有三兩三 怎敢上梁山 這句話中的三兩三指的是什麼 A 銀兩 B 武功 C 膽子 D 酒 喔 厲害了 各位 這道題目真的是除的是台榜了 台南啦 我剛剛就在這個 不經意當中已經給了你答案 不是 而是答案 OK